大家好我是董正龍 那在這次的教學當中 我要為你介紹 Gary Spawns 他最新推出的一個活動 一個功能 OK就是在這裡 他這裡有寫個new這樣子 那你看的時候可能已經消失了 因為可能已經過一陣子 最主要呢是 他呢讓你的跟進性的管理跟 創建你的跟進性呢 達到一個全新的層次 我們先來隨便舉個例子 我現在呢就 舉這個然後按這個manage 就是管理 我的autoresponder 就是我的跟進性 自動回復性 他現在呢 這個 自動回復性的介面呢 變得跟之前完全不一樣 好 他這邊的翻譯是這樣 time base 就是說依照時間 為基礎 的 自動回復性 也就是自動跟進性 OK 那 這個啊 你看 有沒有看到 這個第0天 第1天 第2天 第3天 第第4天 這個就是呢 呃 你 設定在第幾天 要發給你讀者的信 所以這第0天就是呢 他一註冊你的會員的時候 然後你就會馬上送給他的贈品下載 有沒有看到 那我最近呢 剛把 轉售權的跟進性調整成現在 這個樣子 當你看的時候 我實際上可能會再做一些修改 所以 你會發現 他現在介面變得很簡單 所以呢 當我滑鼠 滑到這裡的時候 我就可以看到幾個選項 第1個這個 on啊 是我把他開啟的狀態 也就是說 系統 這封信會寄出去 如果要把他關掉啊 我只要 點 點擊一下 他就off了 他關掉之後 系統就不會寄這封信出去 好 所以呢 我這邊來 預覽一下 他有幾個功能 第1個啊 他新增的幾個功能就是 有時候你的 信啊 你想要複製所以第1個就是duplicate就是複製的意思 你可以直接複製這一封信 譬如說我們來複製看看 好我點擊了 你看然後呢他就說 欸這裡 然後呢 這個這個介面等一下我們會解釋 但是你基本上就可以直接複製 有沒有看到他這邊就會寫一個 1就是你有複製 那如果呢 我有 儲存跟 發表那我就會重複 那我們先呢 這個操作我等一下會再說明 對有沒有看到 這樣子我同一天他現在的功能增加了 你可以以前你只能一天寄封信 現在你可以一天寄 兩封信 或多封信 所以呢我現在是 這兩封是一樣的 所以我把它挪到第 第一天來 所以有沒有看到 所以就兩個一模一樣 這就是複製的功能 那我要把它打插也可以 我要把它刪掉 你就是選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叉叉就是delete 它就會刪除掉 所以呢 那你要怎麼移動這個信呢 你現在做調整就非常簡單 你只要點擊這個 有沒有看到滑鼠移到這邊 這邊的藍色框框框起來之後 你點 點擊滑鼠左鍵按著不動 就可以拖曳它 你看拖到第八天 這樣就調整好 非常的方便 然後你也可以再把它拖曳 點擊滑鼠左鍵 放下 它就調整了 所以 這個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所以第一個是複製 那第二個呢是編輯 你可以編輯這一封信的內容 等一下我們會來看 那第三個是 這個這一封信的 相關的統計數字 OK就是 我們來點擊一下好了 我們來看第2個 第3個 這個介面是舊的 是跟之前是一樣的 就是 因為我這封信是新弄的 所以沒有任何資料 你可以看 開啟 被點擊的次數 然後這是比較進階的 你設定的某個目標 被達成的次數 然後這個是 有沒有被 你如果在信裡頭 放那個讚啊 like啊 要讓人家分享 那 被分享的次數 有沒有人因為看了這封信 就退訂的 次數 那有沒有 有多少封信是 被彈回 就是沒有記到的 然後多少人點 這是垃圾信 這樣子 OK 所以呢我們現在再回到這裡來 再來管理 所以 你可以隨時的去管理這每封信 好 然後接下來啊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 你要怎麼編輯 這個信 這個介面都變得不太一樣 第一個啊 就是他預設就是 Type Base 就是呢 這Type Base 就跟之前一樣 他就是 你就可以設定 你要在第幾天寄出去 所以呢我 設定這封信是在第0天 就是立即寄出去 然後呢 他是呢 在 這一個 這個活動裡頭 OK 好 然後呢 你可以在這邊選擇 不同的活動 他現在呢 就是不同活動的信啊 你可以 搭配組合 來寄 就是 那原則上呢 我們 除非啦 你創建那些活動之間的信 有一定的關聯 不然你 不會突然把另外一個 宣傳活動 另外 另外一份名單的更新信 然後突然 要 要在 這份名單裡頭寄 所以這個功能 我是 沒有用到 那接下來可以選擇 你要怎麼寄這封信 你要立即寄呢 還是呢 Delay個幾天呢 你說第二個 Delay個幾小時呢 還是呢 No earlier than 就是 在 什麼什麼 時間點 之後寄 這是你可以選擇 你要寄的時間點 這是在這邊 那原則上我們都是 選擇 立即寄 OK 那你有需要的話 你就可以選擇 你要 玩個幾小時 也就是說 在他訂閱你的電子報之後 玩個幾小時 或是 找個幾小時 這樣子 OK 然後呢 接下來在這邊 在這邊的地方啊 你可以有兩種選擇 你可以選擇 編輯現有的訊息 你可以選擇 創建一個新的訊息 那這邊呢 因為我已經有這個訊息了 所以我就選擇編輯 所以我按一下編輯 所以他一開始會來到這個頁面 你可以 把標題什麼 你需要做調整的話 做一下調整 那最上面這個訊息呢 是你 自己系統 你自己看得到的啦 啊這個是 讀者看得到的 這是你自己看的 然後這是讀者看的 然後呢這個是 就是來自於 誰寄的 寄見者是誰 你可以自己選 如果你有超過一個的話 接下來點擊下一步 然後這個編輯頁面啊 跟之前有一點像 因為我是純文字的編輯頁面 這樣子 然後 就 編輯好之後 確定 這個頁面跟之前是一樣的啦 所以 只是他排版不太一樣 所以你可以一樣 你可以測試 測試訊息 也是 測試寄給你自己看看 而且他寄很快喔 他現在說寄了 我現在去收信 就馬上就收到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微信 看馬上收到 證明下載 看到 馬上就收到了 非常的快速 所以呢 我們再回到這個頁面來 所以如果你都沒有問題了 然後就按 儲存 大概少一次給大家看 好所以呢 都沒有問題之後就按 儲存跟 發表 這樣子 那這邊啊 他又 你看喔 他儲存掉了一份 所以啊我稍微 因為他剛剛標題給我打1啊 就是說 所以 我覺得他那個標題有點被變更了 這樣子 對我 我再確認一下 你看有沒有看到他這邊寫個1 對 那 我想要把他刪掉 我要儲存 這樣就OK了 這樣子標題不會那麼奇怪 突然寫個1 然後呢 咦 關掉了 所以我現在把他打開 按 OK 所以就是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編輯就是這樣子 然後統計也 給大家看了 然後這個是 線上預覽 就是你點擊之後他會另開一個視窗 然後那你在線上看一下喔 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啊這個就是他新增的功能 然後他這邊啊會有一個數字38 這個是他說是你聯絡人的數 數量 這個我還不是非常清楚 他到底意味著什麼 我在想說這應該是 呃 就是 呃有 有看過你這封信的人吧 之類的 對 就是有看過你 讀過你這封信的人 然後他這邊啊 他這邊除了時間之外啊 呃這邊還有幾個 他說啊 他說這裡有個統計數據 他說這裡有6個人 完成了這個跟進性的 呃順序 整個系列就是有6個人跑完 那有937個人 從來 沒有收到 任何 這個序列的跟進性 OK 因為我這個重新調整過了 OK所以呢 呃 名 就是就是 大部分人都沒有收過 這是正常的 那這 也就是說這兩個數字是讓你很快知道說你現在名單裡頭啊有幾個人已經有跑過一輪了 就是這個跟進性跑過一輪 有多少人還沒有跑過 這樣子 然後 然後 那你要怎麼設計你的跟進性這個是看你自己啦 我現在是決定就是大概原則上一週 週三的時候就是固定固定記憶個 那 另外一點就是你有沒有看到這邊只有到33天 那你可以show more days 就是 更多天出來 所以你可以繼續的 增加增加看你的跟進性要設計到第幾天 我原則上弄了兩個月這樣子 那你可以減少填數 show less days 這樣子 方便你去編輯 OK 所以 這是第一種 你點進來之後 管理的頁面 有沒有看到這邊有兩個選擇 如果你點著這一個 他就會是用這種 條列式的方式 這種條列式的方式管理啊 也跟 另外一種很像 就是這邊還是時間 你要隨時改這個時間都OK 沒有問題 就改就對了 所以呢 你看他這樣子 編輯 也看得蠻清楚的 好 然後呢 接下來我再回到這裡 然後我們現在啊 要來看另外一個比較特別的 就是這個叫 Action Base 就是呢 行動 以行動導向的 更進性 這什麼意思呢 如果我今天要創建一個 新的 跟進性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然後他設定是第60天機 然後大家有沒有看到這第一個 我剛才有講第一個嘛 就是說 這是時間導向的 就是 你只是設定時間 但他這邊有好幾種新的選擇 這個就是他有點小複雜的地方 這些選擇是什麼意思呢 我把它掃一遍讓大家知道一下 我們這一個已經講完了 所以這叫 要Click 如果我現在點擊這一種 Clicker就是點擊的意思 他呢 你看他的英文 他基本上不難理解 他說如果subscriber 就是 訂閱者 如果 在這個宣傳活動 在這份名單的 訂閱者 點擊了 這一個訊息 這個訊息現在是我要創建的訊息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選擇訊息 你點擊一下 他會自動的去抓取你過去發過的 電子報 你看 這是我過去發 newsletter的電子報 他也可以去 他也會自動抓取你 所有的autoresponder 就是你的跟進信 你可以在這邊 箭頭可以去選 你所有以前發過的跟進信 他說呢 然後你可以隨便挑一個 你說我挑這一個 那你也可以自己創建一個 但是他的這個邏輯是這樣 這個Clicker邏輯是說 如果呢 在這份名單的 訂閱者 他點擊了這一封 這一封 就是 點擊裡頭 這一封信裡頭的任何的連結喔 然後 然後呢 他說你可以設定到底是點了哪一個連結 這個你可以選擇 這一封信裡頭 因為我只有放一個連結 所以他 我只有 可以選這一個 如果你這一封信放了兩個以上的連結 你可以在這邊選兩個以上 然後挑一個 他說 如果這個讀者 開了這封信 然後點了我設定的 這個連結 那你就馬上 這這裡可以選擇 你要馬上就寄另外一封信給他呢 還是deleg一個小時後寄 一封信給他 或是精確的在幾點 幾小時的時候 這是幾 這是幾點的時候寄一封信給他 然後你就可以設定這樣子 OK 所以呢 我舉個例子 讓大家看一下這個邏輯 這個就是你要 你可以選擇你要寄給他的信 比如說我用這個 所以呢我現在的設定是說如果在這份名單的 訂閱者 他點擊的這一封信 裡頭的這個連結 那我就會立即的寄這一封信給他 這個叫 這個叫 行動導向 就是 當 讀者 訂閱者 他點擊 點擊是不是一個行動 所以他點擊了 你設定的連結之後 然後你就可以選擇另外一封信給他 那這個到底有什麼用 這個其實我們一般人是很少用到啦 但是 有時候 例如說你這一封信 是一個促銷信 你在推廣這個活動 然後如果他點擊了裡頭 然後他點擊進去你的 產品的銷售業 然後你就知道這個人對你這個產品有興趣 所以呢也許你就可以準備另外一封 跟進信 就只有針對 那些有點擊的人喔 就是只對你 產品有興趣的人 因為他點擊進去銷售業 那就可以 針對那一個人說 我可以立即在 送給他另一封跟進信 更詳細的 產品的介紹 或者是 額外的優惠 例如說我給他一個折扣碼 折價券 只有點擊有興趣的人 他才會收到 你可以選擇的立即 他就收到 你也可以選擇 他在晚個一個小時 或是幾點的時候 我再寄給他這一封信 再去跟進他 這樣子就很完美了 懂我的意思嗎 也就是說呢 你可以透過這樣子的 根據讀者呢 的行動 然後呢 去採取 要寄 另外一封信給他 這樣子 OK 好 然後最後這邊還有一個選項 這叫recurrent 他這個意思應該是說 只要這個人 好 我現在確定了 他這個的意思是說呢 這是可以重複發生的 什麼意思 就是 每當 這個人 點擊這個連結 你就寄一次給他 如果他要點擊一次 然後你再寄一次給他 懂嗎 看你覺得有沒有那個需要啦 你可以不要 就是只要他點擊過一次 然後你就會寄這封信給他 之後他再點擊 裡頭連結 系統就不會再一直寄給他 OK 好 所以呢 這個就是 Click 就是這樣子而已 好 這個功能就是這樣子 那如果今天我選擇 Open呢 這個邏輯是一模一樣的 很簡單就是 如果訂閱者在這個活動開啟 只要他開信喔 剛剛是他開信 然後點擊裡頭的東西 現在是 如果他只開了這封信 你就可以指定 他 會收到另外一封信 那這邊的時間是呢 你要系統呢 發送 的時間 例如說有時候 你指定說這個 這個人啊 通常我們都一到日OK 但是呢 有時候你覺得 如果 你 你只允許一到五 然後 然後 系統才發這封信 那系統就在一到五 然後在你指定的時間 發送這封信 OK 懂我的意思齁 這個就是 讓你可以控制你 讓系統自動發信的時間 這個彈性就變很 很高這樣子 好 然後呢 再來這一個 這個是呢 如果 這個訂閱者 他 訂閱了 他加入了你的這個電子報 OK這個活動 加入你這份名單 那你就 讓他立即收到 這一封信 這個邏輯就是這樣子 看你怎麼用啊 如果你希望任何人 訂閱你的電子報 然後就 收到 什麼信 這樣子 這個就是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如果你 讓 訂閱者 完成了某個特定你指定的目標 然後就立刻 收這封信 這個會在目標 什麼是目標這邊 我們會解釋 OK 這是達成目標的時候 然後這是時間改變 這個是呢 如果 這一個人啊 在這個名單中啊 他 他輸入了一個不同的 或者是改變了什麼 改變了這個 這個 last name 就是他的姓名 或者是他的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 這是他的 推薦 推薦連結吧 還是什麼 就是如果他有做一些 改變的話 或是輸入了一個不同的 名字 那你就立即的送 這封信息給他 這個通常都是用在 例如說 這個讀者 他跟 更新了他的 Email 或者是更新的 這個可能是他的 Email之類的東西 對然後 更新了他的一個 基本資料 然後呢 你可能 希望系統能夠馬上 寄封信給他說 說我們 發現你已經有更新信了 這裡是通知你啦 如果 你沒有 你沒有做這個動作 這可能代表你的 帳號 帳號被人家盜用了 請立即更改密碼之類的 懂嗎 這個是有些系統會這樣子做 好 然後 就沒有了 還有這個 還有兩個 所以他這個啊 是說如果這一封更新信 寄出去 It has been sent 寄出去 那你就在立即 或者是在過幾小時 再送另外一封信 OK 所以 這個是說 這個是呢 你就自己加 你可以就說 我現在呢 有 這個促銷 我在我更新信裡頭 設計一個 我這個產品的 就是 三天的促銷這樣子 或者是三小時 就是一天的促銷好了 這樣子 然後呢 結果你先發一封信說 僅限今天 8點以前 晚上8點前才有這個優惠 然後所以 你借一封信之後 然後你可以選擇 好我要精確的在 幾點幾分 我說啊 好我說晚上8點前 這個優惠就取消了 然後所以我在7點的時候 我呢 再設計另外一封信 叫系統自動計 所以呢 這樣子就很方便了 因為系統就會在7點的時候 你就不用自己在手動發了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 讓系統來替你發封信 來替你跟進 就是當天的促銷活動 所以 這個都只是我 隨便舉的啦 舉的例子 但是實際上它就是 讓你啊 對 這整個跟進性的發 發送有很大很大的彈性 幾乎啊 你可以想像到的一些行銷策略 你現在 終於都有辦法 用get response的這個功能做到了 這是以前根本就做不到的 好我這邊補充一點啊 忘記講這個了 這個叫time travel 就是呢 時間旅行 簡單的講 這個功能如果開啟了 這是精確的 精確 這個功能只會在 你選擇 精確在什麼時間點 才會 開啟 這個 這個功能的意思是說 因為你的讀者可能落在全世界不同時區 可能在美國在其他地方都有 所以呢 你的晚上7點跟他晚上7點 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開啟了這項time travel 的功能的話 那 就會 收件者就會在他當地的 7點 就同一個時間 才會收到這封信 所以呢 就是這樣子 那如果你沒有選擇 這個功能就是 他會在 你台灣當地7點的時間 收到這封信 換句話說 在他們的時間可能是 下午7點 跟你的時間 時區不太一樣 OK 所以如果你要讓每個人收信的時間都一樣 那你要 開啟 time travel這個功能 點擊一下就開啟 這樣子 好 所以呢這樣子就大概介紹完 管理的部分 所以我們再回到這裡 所以啊 一旦你新增了任何這個 Action based Auto Responder 就是 行動導向的 剛剛我們講的那個 都是行動導向 剛剛講的這幾個 除了第一個之外 預設的不是行動導向 這個click啊 點擊 open啊 然後註冊啊 這個都是行動導向 後面都是行動導向 還有最後忘記講 這是生日啊 很簡單 就是 這個啊 這個他說 很重要就是說 你要讓 對方在註冊的時候 可以填上他的生日的日期 所以你要有一個客製化的區域去填上 他的生日的日期 你才有辦法在生日那天 寄給他行 當然生日 獸星都嘛有很多優惠 所以呢你 在你的電子報 你如果新增這個欄位啊 你以後就可以 多這個行銷策略 在他生日的那一天給他一個 什麼產品很大折扣啊 還是什麼的 那他說我 目前都沒有 因為對啊 我當初註冊的時候 誰會 要讓他填那個 生日的日期 所以他叫你創建一個 所以如果我們點擊 我們來看一下 然後如果我們點擊的話 你就會發現這裡 這裡 你就可以說這個 就是你要的這個名稱是什麼 就birthday 就假設這樣子 然後呢 我希望他填一個日期 date是日期 就是 幾年幾月幾日這樣子 這是他生日 然後呢 儲存 喔 他說生日 他說日期的形態不正確 好所以你看到他這邊顯示 這個錯誤 他說這個 這個是他自己建議的那個 年月日的形態 他說這個發生錯 那我覺得這個是他的一個bug 目前呢 這個問題還沒解決 OK 所以 原則上這就是你自己選擇 你要寫生日的日期 因為我沒有辦法儲存 他說格式是錯的 可是這個格式他提供給我 所以這個功能目前 看起來 還需要改進 所以你在看的時候 雖然 我在 現在這一刻可能是不OK的 但是呢 你之後自己試的時候 可能就OK了 OK 因為他們可能就修正這個功能 好 現在呢 重新傳送一次 所以我們這邊呢 就 只是秀給你看一下 這個功能 然後一旦呢 你 新增了這個行動導向的 就是跟進性 就會 那些跟進性就會跑到這裡來 像我這邊就設定了一個 然後呢 你就可以看啊 就是 這邊他有一個統計數據說 這個已經送了 幾封了 對 他已經送了417封 之類的 那這邊呢 你可以 如果你有很多這一類的跟進性的話 你可以去搜尋 根據他的名稱啊 狀態 這樣子 所以呢 基本上呢 這個就是 你所有需要知道的 這個Galaxy Spawn全新的功能 好希望這樣子的教學呢 就會讓你清楚 那當然呢 你看這些 總有一些小小的Button 小小的那個按鈕 就是都知道我們去 試試看 你看他這邊就可以直接選擇 像我現在是這個宣傳活動嘛 的跟進性 我可以隨時 選擇其他的 這樣子 然後他就會 變更了 你看 我現在選擇另外一個 他另外一個 我的跟進性就跑出來 你就可以直接在這邊選擇 就很方便 那你應該也可以選擇超過一個以上 所以我假設我現在選兩個 你看 你看 他就 兩個就有了 就這樣子 所以 當然 你沒事選兩個幹嘛 我不知道 對 一次修一個就好了 OK 所以 我現在再把它弄回來 弄這個 就是剛剛這個 OK 所以 這就是教學 那如果你還有任何問題 歡迎 來信給我 我會再補充更多的教學 掰掰 掰掰 拜拜